Hello,大家好,我是Fair Up 今天講關於一件事 就是關於什麼呢?就是關於齒輪的問題 有很多朋友發覺 車子玩一下玩一下 車子開頭就靜到瘋了 越玩越吵 原因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齒輪 這個位置 其實每一次撞車的時候 因為你碰撞 碰撞之後 這一顆馬達尺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洩 經歷了一輪的操 操完一輪的馬達尺 就越來越來響 車子越來吵 但是吵是否影響車會慢呢? 一般的情況來說 我研究過不是很會的 除了很吵之外 但是馬達尺 當然你用了一段時間 是應該換 為什麼通常都是馬達尺 而不是這個 差速尺 要換呢? 就是這個 差速尺 因為這個尺 本身是比較硬 這個尺 是比較軟 所以整體來說 大部分時間 你用馬達尺之後 車子都會剩下很多 馬達尺 有分開買的 原裝有幾顆馬達尺 我又想講一講 其實究竟 怎樣去調校 位置才是適合呢? 譬如 這隻就是舊款MM座 它有新款MM座 我沒有詳細研究過 新款MM座 不過應該都是一樣的 其實通常 這些MM座 會有兩款 每個馬達尺 都會跟不同的扣 左右的扣 就有1A1A2 B1B2 C1C2 這樣 有配搭不同的齒能比 如果你說你用64Pitch 通常你都換了金屬摩打座 金屬摩打座 之後再講 你說你是原裝車的 你說我一開始 會有什麼齒呢? 它一開始那個齒 就叫做6T 六個瓦 六個花的瓦 其實整體會慢一點 低轉的Tod會大一點 推白皮珠的時候 無論如何都會爛 通常你在什麼時候 真的正常 要認真換齒備呢? 譬如你用白皮珠 搭到9次 不是不行的 會快一點的 但其實速度 也是慢得很重要的 所以通常 我們都在換到馬達之後 在換齒輪比的配搭 就比較多一點 其實它這一塊 最竅妙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它6次就用1A2 它的7次和8次 都是用同一塊B1B2 所以出來的配搭就是什麼呢? 7次就會虛偉多一點的 8次就會僅致一點的 9次又有自己獨立的那塊片 所以如果你譬如說 你可能用藍摩 就是藍摩 或者用Xbit 那類型的 有差用Xbit 無差用藍摩那類型的東西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是用這個左的話 或者就算是新的左 都是用一個大一點的尺 就是中間的B1B2的8尺 就會相對比較緊緻一點 還有效能就會高一點的 我以前曾經在我朋友的家裡 我買了一個小車的牆 其實真的自己 全大小的 砌了一個牆去玩的 那時候 玩Xbit 大家都一起玩Xbit 因為另外有幾個人 一起玩Xbit 的時候 我就覺得 玩8尺的效能 對推高的摩達 是最高的 你用到9次 不是會慢了 但是9次 其實整個車整體 在彎路出彎 走回少量的直路 整體的發揮 其實是沒有8尺那麼好 而溫度也是相對提升了 就算是用無差也是一樣的 其實你搭到9次 它本身無差這個摩達 因為它是無感的 它的頭段也會差了少少 如果你再搭到再大的尺 其實理論上 就是尾段太多 頭段太少 所以整體來說 你問我 在7-8尺之間 我會寧願選一個 鐵伏一點的尺能 是8尺 去令到車的整體效能 動力 各方面的順暢程度 都會高一點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用這些摩打座 你才能玩到 其實都不是的 沒有什麼特別 你一定要用它 但是其實 當你說金屬摩打座的時候 你要多花兩三百元 那你說金屬摩打座 又加其他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需要這樣呢 一般來說 你問我 正正常一架 給我女兒玩的車 頭彈弓換了 再加T版換了 是不是 T版換了 這塊 也有另一個東西 玻璃纖維T版 扭動的幅度 就多些 但是 就會 快打柴一點 碳纖維板 就硬正一點 那車的彎 就沒有那麼漂亮 其實某程度上 但是就耐用少少 那要自己考慮 為什麼那些人會買 玻璃纖不買碳纖 明明一樣價錢 其實呢 因為這些很有趣 很巧妙的 它吃的力度 吃得好一點 沒有那麼快回中 那麼 再加上 可能你中間的茶柴油 下得漂亮一點 那你就會 整一車的布局順暢一點 那 因為原裝呢 很多時候這些就是 毛賊都好 它原裝的馬達 或者的 已經跟了豬叉的了 那你就不用搞這些 那 你搞不搞中間這個 茶柴的位置 避震啊 就是頭被震彈弓 和T版呢 那基本上 已經非常非常之夠玩的了 這幾樣東西 那麼 如果在這個 這個 就是普通的 馬達座來講 這樣就要留意 其實 就是 選一些 就是用回合的影片 選一些 對的 就是貼一些的 那個次能比 那麼 也都要定期檢查一下 那個馬達 似有沒有數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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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盡量 都是要換的 這些是不能節省的東西來的 除了吵之外 那你真的 真的很吵的 真的 真的差好遠的 真的靜好多的 那麼 這個大餅 是不是都要換呢 真的非常之小 因為換這個大餅 過程呢 就複雜很多 跟那個馬達座相差好遠 那麼 還有呢 記住呢 那麼 那麼 有些人推得入些 有些人推得出些 其實呢 就盡量 就像我現在這樣 差不多了 即是 在北斗下去 這個頂位 對著 就是可以剛剛全然推著 這個東西 之外 那麼 又不要說突出 那麼 動力呢 其實呢 一來 其實你的軸心越近 那個軸心會發揮得越好 那麼 二來就是 它可以把全部動力全輸到這個頂的時候 那個效能就越好 那麼 這兩個呢 都是一些小技巧來的 那麼 那去到 那 譬如去到這一類型的摩打座 這個都是隨便一個而已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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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 很多不同的款 那麼 不知道什麼 這個車 可能都是用來擺設用的 那麼 等於用了海綿胎 那麼海綿胎呢 其實很難保養的 所以呢 其實都不建議大家 玩海綿胎 因為海綿胎不保養 還會滑過膠胎20倍 那麼 當然 如果你說你 經常都用 刨胎 去開一條胎 有保養 那麼它是咬一些的 但是 不是真的那麼特別需要 所以 這個只是純粹大家參考 那麼 這個摩打匙 怎麼搞呢 譬如你這些 譬如你平時 你用螺絲膠的摩打匙 當然 你用螺絲膠的摩打匙 你可以用64pitch 128 那些 比較的 啞就比較密一點 但是呢 因為密一點 細一點 它會滑一點 它會滑一點 車的動力 就會發揮得好一點 那玩細瓦呢 有利有利的 有些人玩到128的 其實很麻煩的 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會覺得 128正 那麼細的 很滑 就推得很順 發力加的特別快 但是你想想 128它那麼幼 你一撞過的車的尾滑 一來容易歪 二來容易崩 一崩的話 那件事就 跟你原本想過 遇上就差很遠 就是它崩了 差一格就差很遠 的動力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 取中融之路 你可以換64pitch 就是換又一格 可能是 你要看回比例 可能變成 9到13 那樣 可能有時用10 11 12 那樣去用的 我都用過一下 都ok的 其實都是這樣玩的 但是呢 亦都通常 因為它用得 那些64pitch的 這個齒輪 就不是普通用膠 就用回塞鋼 用回硬一點的膠 去彌補回它本身的幼身程度 所以 內用來說 就差不多 就是真的會快一點 順滑一點 那麼 這個看你到時玩到 真的幾瘋狂 但是呢 一換這塊東西的時候呢 就要留意的問題 就是呢 這位教的時候是怎樣 那你教這塊東西 其實很高技巧 就是你的摩打座 又要不扭緊它 又要推前推後 那很多時候呢 你就會怎樣說呢 就是這個齒輪呢 你要緊緊留到呢 又可能 人家說是一張 一張薄紙 那樣 就是那個 經常都人家都會說的 那怎麼為止是一張薄紙呢 那麼呢 我經歷了 聽過無限這麼多人說 好像一張薄紙那樣 我就發明了自己一個方法 來做一個薄紙的 根本是做不到薄紙的 那通常呢 我就會推到摩打最入 就是 扭軟式拖到最入 然後推出一點點 然後扭上去 然後呢 就轉一下這個東西 順不順了 但是這個呢 有一個問題的 如果你轉這個東西 順不順呢 你要看你的摩打 記住自己本身的摩打 就是你用同一個摩打 去做這個測試 如果不是會怎樣呢 有些摩打是大遲一點的 譬如我現在這個 是大胎的摩打 磁場是大一點的 我本身就很難令得動的 那你會覺得 是不是很緊啊 摩打磁不對啊 又不是的 原來是因為摩打大遲 但是如果你說 有些沒什麼大遲的摩打 會不會很容易推得動啊 那個比例上 你就要容易 即是要自己試試拿捏 因為它僅和鬆 是差很少的 那你就可能推到它最盡 譬如你用扭 鬆一點點一邊螺絲 推到最盡 然後呢 輕輕地推出一點點 扭上去 然後就試試轉一下 看看它的鬆緊程度 會不會比原本好一點 那你要記住 你推到最盡的時候 你試試轉一下 最盡是什麼樣子 那先推出一點點 試試會不會有些怪的東西 然後呢 就可能拆了一輪出來 肉眼摩一摩 那個虛位 是不是真的 很大呀 很小呀這樣呢 那再之後呢 就試一下 入電 摩一摩 轉一轉 看看呢 如果你的摩打磁很緊呢 它會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呢 通常摩打磁不太緊呢 如果摩打正常的話呢 它的流速還會轉多幾下 就是一放油 一按一放油 它就會轉幾下 那樣 如果摩打磁很緊呢 就會很快索死了 因為有貼 阻力大 它就會很快索死了 你就不要直接落地走著 那你就直接看了先 試幾下油 放油 試幾下放油 覺得摩打磁的距離是順暢 那你才開始玩 那還有呢 還有一個特色的 如果你的摩打磁太緊呢 它呢 一落地玩呢 就高聲地叫的 那車就叫得很厲害的 那當然我也有很多朋友 那車整個都在喘叫的 那這樣就 不關事的 不知道做些什麼 整個喘叫呢 那我 兩樣都有的 曾經一輪 那車就隔不止喘叫 有一輪呢 那車就靜到 靜到深海 那這樣 Depend上你的齒輪 用什麼特別方 就是齒配搭的 那這個就要 就是 如果真的玩得久了 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那但是基本上來講 記住 就是如果你扭螺絲 扭完 還未到實的時候 扭回一點點 扭回它 轉一轉它 試一試力先 入電下去 再給一給油 看看它的反應 是不是都是正常先 那才落地 如果落地 最後還是怪叫的 才再做一次 那這個呢 就會保養 一來保養到齒輪 二來呢 就會令到 Efficiency快一點 不會吸死 那除非你很喜歡的 其他車經常吸死 那否則呢 我都不建議大家 推到最入的 總之你 只能去到最入的那一刻 其實那個花是卡實了 所以 不是去到最入的那一刻 是好的 是留一點點虛位是好的 那這個是 玩這個mini仔 經常要謹記 因為很多時候 攝東西 經常都攝剩0.1 攝剩0.1 攝剩0.1 你真的需要給它少少虛位 才行的 不是 因為它的東西是有動量的東西 你完全緊致它是動不了的 那這個就是大家要記住的 那anyway 希望這個呢 都幫到大家說 在一個 安排齒輪緊試 車順滑的程度 夠不夠的 就是一個參考 那我今天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file channel 按照相關的資訊 拜拜